万米高空上 男人金蛋突然撕掉上衣 如起袖子 冲向飞机控制室 警觉地望了一眼 然后输入密码 迅速打开缸门闯了进去 紧接着 客舱屏幕上出现了金蛋打机掌的画面 阿言和乘客们都看懵逼了 只见金蛋帮帮两拳解决了机掌 自己坐上了驾驶位 瞬间舱内传来的金蛋的声音 随后他直接降低了机舱起压 提高了温度 所有人都开始慢慢陷入沉睡 可整个飞机上 唯独记者银蛋还保持清醒 因为他有金蛋给他的氧气管 但银蛋却不是帮凶 银蛋呆呆地走到屏幕前 里面金蛋正在感谢他 帮助自己夺取飞机 说完后 金蛋也陷入了沉睡 任由飞机不受控制的网云层下落 银蛋后悔不已 他原本是想拯救这趟航班 却没想到最后自己进程了帮凶 就在几小时前 他登上了这趟514航班 突然 座位上一个MP3引起了他的注意 拿起一看 却发现里面正在播报 一起航班空难事件 但诡异的是 里面播报的空难事件 时间竟就是现在 银蛋狐疑地插入耳机听了起来 直接就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里面播报 飞机起飞前空姐正在进行安全演示 窗外即将发生雷暴 而这些描述内容 竟和现在一模一样 紧接着MP3继续播报 在10点21分 有一只鸟撞上了飞机发动机 果然时间一到10点21分 飞机就突然剧烈抖动了一下 银蛋这下完全猛逼了 冷静之后 他叫来了空黑 询问刚刚是不是发动机进鸟了 空黑却告诉他 你脑子进水 我们发动机也不会进鸟 因为几万米的高空鸟 根本飞不上来 等空黑走后 男人金蛋却走了上来 他说自己曾是飞行员 因为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导致停飞 但是他可以明确告诉银蛋 刚刚确实是有鸟撞进了发动机 播报内容再次被证实 银蛋慌了 紧接着 MP3里说乘客里有雄国阿茅 他此行是为了指出米国的犯罪行为 所以可能是米国派人截杀他时 意外毁灭了飞机 而且飞机上还潜入了一名空警保护阿茅 银蛋觉得自己必须拯救这次航班 通过仔细观察 他很快便锁定了阿茅 趁阿茅睡着 他捏手捏脚走过去 开始翻起阿茅的行李 可没想到 香包杂落弄醒了阿茅 阿茅被惊醒 准备教训银蛋 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被惊动 机长闻讯赶来直接带走了银蛋 银蛋开始大声说航班即将发生空难 他要机长严查飞机上的每一个人 机长等人都觉得银蛋肯定是精神病 银蛋还想逼逼 可下一秒他就被赶来的空警靠住 银蛋又被带回了座位 但趁空警走后 他又拿起了弹P3 这次里面说距离飞机毁灭只剩三分钟 可现在自己已经被靠住 而且机上的人全部都不相信自己 银蛋只好准备等待死亡 可这时男人银蛋却再次走了上来 他告诉银蛋 自己相信银蛋所说的一切 并且愿意帮助他控制住飞机 待众人安全着陆 只是不知道进入飞机控制室的密码 银蛋看向了NP3 瞬间知道了答案 得知密码的银蛋冲向控制室 银蛋本以为拯救了飞机上所有人 可没想到 银蛋进入控制室后直接打死了机长 然后让飞机坐自由落体 等再次睁开眼 银蛋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神秘的海湾 他急忙捡起不远处的NP3 里面播放坠机后所有人都没死 最终都被政府在找到 银蛋很高兴 看来自己成功拯救了大家 可NP3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毛补悚然 播报到此结束 银蛋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所有幸存者围住了 暴怒的人群把银蛋慢慢吞没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两个口袋 胸前一直装别人的缺点 背后一直装自己的缺点 我们能直接看到别人的不足 却很少回头找自己的毛病 殊不知往往灾难的发生 可能正是始于自己